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我是李國慶 人民銀行每個月公布的金融數據中 有三個貨幣供應數據,用來反映資金的流動性 這三個數據分別是M0、M1和M2 他們按年增長率越高,反映流動性越多 首先講講M0 M0是指市面流通的所有硬幣和紙幣 由於M0即可用來交易,所以流動性是最活躍 至於M1,我們稱之為合意貨幣供應 主要包括M0即市面流通的貨幣 加上存放在銀行內的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即是存款人隨時可以從銀行中調動的存款 它的流動性不及流通貨幣 所以M1的流動性亦次於M0 至於M2,屬於港義貨幣供應 主要包括M0和M1 即是上面提到的市面流通的貨幣 加上活期存款 再加上存放在銀行內的定期存款及存款證 由於提早拿回定期存款或取消存款證 會喪失利息回報 形成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及存款證的流動性相對較低 所以M2的流動性亦次於M1 當M0和M1增長較快的時候 意味著企業和居民較願意放棄定期存款的利息 提取資金用來求資或消費 經濟活躍度自然較高 相反當M2增長較快的時候 意味著企業和居民的態度較保守 寧願多做定期存款 經濟活躍度自然較低 總結而言 從M0、M1和M2的增長情況來看 可以初步判斷經濟活躍程度 至於更深入的分析 我們會在另一集再詳細講解